本港要加快發展,其中一個因素是要救地 發展局過去兩年,已經大力去找地做地 未來還有什麼大計?對市民有什麼影響? 我們邀請到發展局局長,令漢濤上來談談 早安,局長 好,表情家印 先問一下,以前的人擔心不救地 現在的人擔心有地就沒人要 你見到最新的招標結果,就是沙田小力園的袁順維 見到一大比較小的地,周邊的配套都很成熟 競頭都不錯,有11份標書,最後也中標 你自己覺得,對你接下來的這一年度賣地計劃有什麼啟示?有沒有什麼要改動? 我想這次有11份標書收到 而且成交價都是市場估計的範圍之內 其實是一個利好的信息 投標的發展商都是不同類型的 我們不只是說幾大發展商 各類型都有,也有我們內地的一些企業 所以整體來說,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好的信息 加上其實我們不只是看投地 其實過去一直以來都有一些現有的私人土地 他們要做契約修訂 其實那裡都挺活躍的 如果以去年我們到賣數的時候 法國都有30個地段到 是過來申請補地價做契約修訂 今年頭兩季都有7宗 所以其實是有動動的 所以我們都是覺得慢慢慢慢下去 其實大家對經濟發展有信心 應該我們是會繼續繼續 那個興趣越來越大 近來都有一些意見 其實會不會下半年推一些市區的中型地 這樣就可能好些呢 以至將來可能那些其他地段才再選 東沖等等的新發展區 我想我們會在策略上 在能力範圍之內 去盡量有這個考慮 但是現實告訴我們 如果市區的地又要小型 那就比較插針了 其實過去我們已經開始不是多找這一類的地 我們就會去到一些大大幅的 在新發展區的土地 當然新發展區的土地都可以我們介細它 但是如果你說在成熟的社區裏面 還要找細的地 即是說是幾年前 可能我們是個別細細幅改劃的插針地 其實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們策略上盡量去挑選 明白了 見到今次雖然那個競頭氣氛很熱烈 價錢雖然就說是按市場的預期 但始終和好景的時候 都是少了五成半左右 有些的說法就是 會不會影響到 如果按現在的趨勢 其實都會影響到 我們全年的賣地收入 是不是政府都已經想著下調 或者再做一步下調 要這樣 我們賣到的地 我們經常都說 必定是個市價來的 你沒有那麼暢旺的時候 和暢旺的時候的市價比較 必定是不同的 但重要的我們都是按市價去賣 如果地價收入 因為現在未是一個次熱的情況 會相對往年的好景的日子 是低了的 我經常都說 平常心處理 因為賣地 地價收入的確是那個後果 我們賣地一定是為了 我們這些政策的目的去推地 但這個同時的賣地 都是對政府來說 一個很主要的收入來源 這樣會不會說 接下來你會不會覺得有兩難 就是說 一方面我要看著政府的收入 同時我要去達到 即施樓的潛在供應量 都是一個目標的 這樣會哪一個比重大些呢 其實 其實賣地的收入 過去來說 我們就用來投資在我們的基建 做地和基建 所以如果賣地收入 是沒有以前那麼好景的時候 又或者有些波動 我們未能預算 告訴我們的啟示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做基建 我們做地的時候 可能要想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做 不只是靠政府投放的資源下去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 我們近期都經常說 我們要研究 我們遍區開發 這些概念就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不會因為保住價 就可能會犧牲 施樓供應的達標率 是不是都不會這樣做 沒錯 我們始終都是政策先 另一個方法 有些建議就是 我們不如繼續鼓勵發展商 去競投得熱烈些 不如會否考慮 向發展商提供一個分階段 去收回地價呢 或者是一個優惠的借貸利率呢 政府這方面有沒有考慮呢 市建局好像都有在想這方面的事情 我想市建局它想這一點 我們就不會阻止的 因為市建局始終是一個獨立運行的 法定機構 有它自己的財政安排 但如果說政府我們自己賣地 或者做地契修訂的保地價 容不容許分期付款呢 我們這個階段就沒有這樣的打算 也都不是太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公帑來的 即我們收到的收入都是公帑 如果我們分期的話 其實始終對政府的公帑 那個現金流都會有影響的 另外呢 我猜市民都不會容許我們分期付款 是不收利息的 如果我們同樣要收利息的 其實對於發展商來講 幫到它多少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作用 就不是很大 也都過去看到其實發展商投地 都沒有一個很大的訴求 說你分期給我呢 我就會踴躍一點 反而都是看他們自己的策略 以及看我們推出來的地段 他們自己認為對他們的吸引力大不大 另一件事就是 可能在那個需求那裡去入手 有些建議就說 會不會將那個投資移民計碼 現在就不可以去投資到一些房地產 將來是不是都可以呢 令到那個需求大一點 那麼自然的供應呢 也都會可能會熱烈一點 怎樣看這件事情呢 我想這些就要小心考慮了 因為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這麼努力推土地出來 固然我們要有經濟用地 有社會機構用地 但如果是房屋的用地 我們很強調 我們是照顧我們自己 香港社會市民那個住屋的需要 如果我們將這些獨門開了 說我們做出來的地 建出來的樓 投資移民都很歡迎大家去買 其實可能是影響了我們那個初心 以及影響了我們向我們的市民 供應一些他們可以負擔的樓房 這是這樣的目標 我們都不想因為這些門開了 而令到那個市場很刺熱 又刺激我們的樓價 往上飄升 這個對香港社會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要很小心考慮 我們見到這兩年政府都很努力去穩地 你自己怎樣去評價現在的穩地進度 是不是已經進入一個穩定期呢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要調整 有什麼引憂呢 要考慮嗎 我想穩地方面 過去兩年我自己覺得 欣喜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土地來源 我們自己叫做鎖定了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由現在到2048年 我們需要六千公頃的土地 然後我們經常說 穩到七千公頃 起碼那個來源 我們定了下來 政府就會看著這些來源 去啟動我們的研究 如果研究順利的 做規劃的過程 接著收地 拿錢開工 那個進度 我們一路一路走 都是叫做大體順利的 我剛才不會用你說隱憂那個字 我反而會覺得是挑戰 總有挑戰的 因為來源鎖定了 但是有時候 當我們開了一些研究做做一下 發覺遇到一些技術的問題 會令到造價很高 市民又不喜歡造價高 人工度的目標 是不是仍然是維持不變 即是爭取在任內內去啟動 現在暫時 沒錯 我們都是希望任內可以啟動 但當然啟動了之後 我們填一千公頃出來的速度 分幾多期 這些是可以我們調教和控制的 暫時和你談到那麼多 再回來再講 歡迎回來 講清講錯 我跟發展局局長寧漢濤談 剛才你說到 我們現在其實都有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定位找到的來源 其實是多過需求的 所以開始要人們就開始探討了 其實我們現在公私營的比例 其實現在是七三比 因為我們的樓不夠去給一些基本的需要 特別是公營房屋 這方面需要調教嗎 其實以一個長遠一點來看 絕對是有空間調教的 其實我們早幾年定落七三比七成是公屋 這樣就可以做到我們接下來十年 那個公營房屋的公營不單止是達標 還會超過標距 務求縮短輪候時間 好了 所以過了幾年 當我們其實那個隊 我們可以清淡一點的時候 絕對有空間是調教這個七三比 而事實上我們現在陸續推出來的研究報告 譬如我們說新田科技城 我們預算做多少房屋 我們也有一個註腳的 我們說明其實那個房屋 不需要一定是七成是公屋的 我們接下來 譬如我們說新界北新市鎮 我們還在做規劃研究 今年稍後會出台土地用途 其實我們在底盤做很多假設 已經在研究不同的情境 最底線是不可以越過什麼比例 其實我們現在有些情況 我們遇到一半一半都有 如果我們用來做假設去做我們的研究 因為譬如有些地方 舉個例子 我們說前幾個月我們出台的土地用途 就是尖鼻咀樓浮山八例那一帶 然後我們說那一帶附近都會有一個數碼港 即是香港島的數碼港 是北都的版本 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數碼港在那裏 照計因為人才可能就會多些聚在那個位置 其實如果是那個位置 你用七三比 可能大家會覺得不太配合 但譬如市區都有重建 市區重建之後的比例 那個調整的空間又高不高呢 如果你說市區重建 多數來說 老舊區的重建 多數都是私建局做 或者我們想透過我們的強拍 我們最近過了 希望激活的市場去參與 其實說的這些都是私樓 所以它重建出來都是以私樓為主 所以那個七三比那個已經不太適用 在那些重建地帶 另外一個最主要的土地來源 就是那個北部都會區 提出一個遍區開發 就是我不用平整 我整個地段賣給一個招標 給發展商 那它自己去做平整 但其實現在市貨一般的時候 大家都是面對同一個困境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吸引力 令到它們真是回頭呢 我想如果我們說片區開發 很多時候因為那個片區 照計就會大過我們逐塊逐塊的地 可能是十幾到幾十公頃都會有 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 有些是賺錢的項目 有些是我們基建的設施 或者社區的設施 那其實賣來頭的發展商 財團可能就是 那它要自己計算 那自然它在給政府多少地價那裡 它又會扣回它很多的開支 那其實只要它計算到電盤數 我相信都是有吸引力 因為片區的好處 就是它自己可以控制那個時間 它自己可以控制大家 每一樣東西那個協同效應 那些工程不用 它又就政府 政府又就它 全部都是它自己去計劃了 那個進度 那其實我們對這件事 也都看回內地 其實現在內地最先進的城市 很多時候都是用這個模式 亦都運行得好的 所以我們都是覺得這個經驗 是值得借鏡 但是擔不擔心 主導權可能沒有那麼多 始終你整個區被它平整了 所以那個佔比上面 會不會都有一個上限 那我們現在沒有定一些 什麼硬性的指標 其實最後都是看一下 我們那個數值 那個經濟效益 是算不算得到的 穩地當然是要快 但是人都很重要 建造工人之前就說不夠 所以就輸入外勞 第一輪 現在那個是用完的名額沒有 會不會打算輸入第二輪 有沒有需要 我們自己就給了自己一個 那個配額 就是一萬二千個 其實定這個配額的時候 我們知道 其實來近這幾年 建造業勞工的短缺 是四萬多人的 但是我們刻意那個配額 沒有定到很近四萬多 是萬二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要推動業界 也都告訴業界 我們要做好培訓 我們現在最新的數字 我們就批了九千七百左右 就是連同之前 沒有這個特別計劃之前 都有些輸入勞工的 加起來九千七百左右 沒有用完的 但是我們覺得暫時 我們都不需要增加這個配額 就是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都希望靠培訓去幫忙 但是每一年 其實建造業議會 都幫政府更新 我們未來幾年 那個建造業勞工的需求 和供應的數字 我們遲些看他們更新了報告 我們會作一個檢視 但我們看到現在開始陸續 有一些建築工人的團體 或是工會 他們自己說 就開始找不到工作 可能事件一般 其實你們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有沒有需要 可能反過來不加 但可能要減一些 如果真是看統計處 都有一路看著建造業界 那個失業率 或者就業不足率 其實最新的數字 跟我們在輸入勞工之前 即是去年同期的數字 說到今年的三至五月 和去年同期的比較 其實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即是說輸入勞工這個計劃 之前和之後 暫時我們看不到 有一個變化 而個別 如果你說開工不足 偶然我們會聽到個別工種 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排除 的確可能有時候 是個別的項目 可能它慢了 特別是私人工程 早期是慢了一些 工營項目 我們不但沒有慢 其實一直都是推 但是因為建造業 他們的工種很有趣 舉個例 紮鐵為例 他開工幾天 接著他就要停幾天工 因為體力勞動很大 現在都很熱 有時候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大家會覺得這些就是 開工不足呢 不出奇的 有時候會不會是個別的工人 因為配對的問題 他是這個工種 其實有工的 不過他未曾配對到 他想去的公司 配對不到 會不會因為這樣偶然出現 這些我們所謂的投訴 不出奇的 但是其實我們跟建造業界的勞工團體 大家都很緊密協作 其實一遇到一些個案 找不到工 我們都經過我們的工會 我們會做一些聯合招聘 希望幫到我們的本地工人 因為如果我們說真的不夠工人 照計不應該找不到工 另外問海濱發展 看到其實大家都很想用好海濱 不過你看到維港可能近金鐘那邊 現在都不是完全用得很好 有些意見就認為 所以你們都現在搞一些 就是放一些自動販賣機 但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不搞到像其他地方一樣 有一個餐廳群等等 會不會太保守呢 這個做法 我想香港人真的是善亡了 其實早幾年的時候 時常叫我們先薄通後優化 先薄通了先 不要想太久 又要做些什麼公園 先薄通了先 讓人能走過 所以我們正正朝了這個方向 過去幾年 是很擺精力做薄通這個功夫 所以大家現在在香港島 你可以走到由堅尼地城 你走到很遠 東區走廊下面的板道 今年稍後都來緊 都已經可以開了 其實自然如果我們聚焦了薄通 可能暫時你就覺得 薄通了附近 好像不夠設施 現在就開始了 接下來我們便要搞些設施 所以我們都說 就算是擺設施 也有短中長期的 如果想很快見效引入到的 就是我們現在想著 或者開始有第一步了 如果你經過彎仔 你見到的了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 有些準備功夫做著 所以還未正式叫做開業 那個自動販賣機已經在了 我自己都去試過 其實真的挺有趣的 絕對不是一般的汽水機 你會看著那個炮谷在你眼前 滾滾滾滾滾滾出來 有很多不同味道的雪糕給你選擇 其實都是一個樂視 你去按的時候 我希望遲些 有了 它開了之後 我們希望越來越多 還有美食車 我們都會重新 和我們海濱市務委員會 大家探討一下這件事 拆牆鬆綁 看看它可不可以早些 又引入美食車 在不同的海濱環節 但我又要重提一件事 海濱這麼長 香港島也有 九龍也有 其實應該段段有特色的 我想也都 市民不是期望 全段的海濱都充滿餐飲 因為有些海濱 可能你都是想靜靜地 讓你可以走過舒服 響一下海風 所以真的要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特色 現在有沒有想著 哪一個地段 真的覺得 那個位置好像做一些餐飲好些 我想在中環 一直到灣仔 這一節 其實真的可以有多些餐飲 因為它本身的闊度也夠闊 舉個例 灣仔那裡 我們現在也是在做研究的 就是現在的匯展站上蓋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些發展 即是地鐵站上蓋的發展 新到出去的海濱 其實那裡也有一些地方 讓我們做一些比較豐富的商業 和餐飲的設施 真的可以有一間間的餐廳 之前都見過 有虛視試過 但好像最近又靜下來 其實試完之後的效果是怎樣 會不會繼續推 不一定只是政府搞的 如果有組織覺得 都想在某個時段 用我們的海濱 搞一些虛視的活動 其實我們歡迎他們申請 但如果你說去年我們 中秋前後 搞過灣仔 在藝遊坊 比較長一點的海濱 做虛視 為什麼現在沒有 其實因為是接力的 我們在那裡搞完之後 接著各個區域 也有他們自己的夜濱分活動 還有天氣現在熱 不要忘記 始終都是如果在海濱 要搞一些大規模的虛視 我想始終都是秋涼一點 還有冬天的時候 是會容易搞的 還有因為夏天我們容易打風 下雨 時間夠了 多謝你上來講清講楚 下次再見